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 带大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9月11号 这一期啊 咱们再聊一个狗血剧情啊 什么狗血剧情呢 又是抢公章 不过这一回厉害了啊 不是信托和房地产公司之间抢公章 而是啊 发生在最不该发生的地方 居然也抢公章 什么地方呢 就是律师事务所内部抢公章 抢报警柜 抢电脑 这是怎么回事呢 北京啊 叫中轮文德律师事务所 最近发生了这个政变吧 一拨人到办公室 把财务室撬开 把公章报应柜给搬走了 抢公章这事啊 很多啊 这个单单网创始人李国庆 他也抢过公章 后来还拘了十几天啊 大家应该还记得这个新闻吧 李国庆呢 跑到单单网去抢公章 虽然他是股东 把抢公章那也得坐牢 不叫坐牢啊 就是得付出法律这个责任 行政拘留15天 这个中轮文德律师事务所啊 恐怕咱们做律师的朋友知道 他是个很大的一个所啊 在律师这个行业里面 还是很出名的 在北京也是个大所 我啊 跟这个中轮文德啊 至少也四五个人合作过 所以我就简单的说一说啊 不能说太细 说太细得罪人了 首先啊 这个9月8号 中轮文德的律师事务所主任呢 叫陈文 他发了个朋友圈 叫严正声明 说致中轮文德律所传体同仁 今天2023年9月8日凌晨 曾庆贵带领李敏 胡高崇 李正明 及武奸 王向阳等人 撬开财务史 倒走全部财务电脑 办公设备 财务凭证 增值税发票和发票专用章等 所有财务工作 被这一偷盗行径 造成停顿 因此导致的全部后果和责任 均由偷盗团伙 共同承担 这种行径是违法违规 并给律所和律师正常工作 造成极大障碍 我们已经报警 公安局已经安排专人处理这一案件 北京市中轮文德律师事务所 法定负责人 主任陈文 2023年9月8日 这个中轮文德律所 法定代表人主任陈文 9月8号发了一个声明 把这个是谁 把哪些人跑到财务室 把这公章 还有邦颖贵他说偷走了 这是一方的说法 他说的这些人 有几个我认识 哪天如果预见了 我问问他 到底是咋回事 现在不好意思直接问他 搞得好像你是看笑话一样 咱们就跟着他们网上公开的资料来聊这事 这就免得尴尬 这是一方说法 就是律所的主任 那么被控偷公章 偷邦颖贵的这帮人怎么说的呢 其中有一个叫李正明的律师 他也发了一个朋友圈 他把这个经过什么原因说了一下 他要澄清呢 李正明律师啊 他还是个中裁员 就是他在中裁委员会名单里面 他可以做中裁员 你看他怎么说的啊 他说我很少在微信群发言 虽然此前几次都被点名了 但既然说到偷电脑就不得不回应 某人是不是太健忘 这么快就忘了不正式 就是由于自己安排财务 不给合伙人开发票 这个某人指的就是陈文啊 咱们直接就说了 给财务人员下命令 不配合合伙人大会的审计意见导致的吗 说到偷 那么请问如果一个合伙人 火同自己的老婆儿子 把单位数千万款项 以咨询费借款提现等名义搞走算不算偷 把单位的款项所有合伙人从不知道是什么身份的人 刘某张某等是否偷大家的钱 审计完已经有段时间了 本来不想走到这一步 但某人一直在变本加厉 不给不对其言听计从的合伙人盖人民章 不给拒绝加盖其违法司客公章的合伙人开发票 这种人一定是太自信了 一定要不见棺材不掉泪吗 也许只有把审计结果甩他脸上才行吧 至于公案专人处理 相信北京的公案也不是他们家开的 既然走到这一步 一定也早想到了有人一定会企图碰瓷 奉劝他还是多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吧 还有啊还没完 他说这个律所主任陈文啊 说不要转移矛盾了 正是你采取欺骗手段 虚假备案新客公章 并通知财务不给该所谓新章的合伙人开发票 才导致财务工作停顿的现在还倒打一耙 执委会名正言顺按照合伙人的决议接管财务 与你和徐绍华半夜鬼鬼祟祟撬黎敏律师的办公室 保险柜有本质区别 最大的区别是执委会是出共性 而你为的是私利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去年你把儿子强塞进私务所担任拓展部负责人 你儿子在本群的言论 大家都看到了 你确实是把中轮文德当做私人产业了 得如合伙人提出的审计要求 你在会上高喊 事务所财务绝对没有问题 不审计都行 会下却通知财务不提供财务资料 今天你能官名磊落 坦坦淡淡的说一声 事务所财务绝对没有问题 不审计都不行吗 我简单捋一下啊 就是律所的主任呢 控告这五六名律师啊 跑到财务室把公章 把报应柜给偷走了 那么这些人呢 他有个代表 他出来回应了 不是偷公章 他们是合法的接管公章 然后他指责这个陈文 主任啊 你把自己的儿子塞到律所 然后你们这个财务不清 把律所的很多财产转移走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对那些不配合的合伙人 你让财务不给人家盖公章 那人家业务就没法开展 现在要求对律所进行审计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好像是今年年初啊 当然了这个矛盾肯定不是一天 积累下的 早就有了 积攒到今年啊 好像是上半年 这中伦文德啊 律所他们开了这个叫 合伙人会议 大家也知道啊 这个律师事务所啊 和那个会计师事务所 差不多 他们这个事务所啊 叫合伙制 合伙人嘛 他跟普通的企业不一样 企业是什么股份公司 或者是有限公司 公司制 他这个叫合伙制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律所啊 他没有资产 也没有什么品牌 就无形资产啊 或者我说的不一定准确 他也不需要土地 对吧 有没有厂房 也不需要资金 他就是人就行了 人就是他的资产 我也是律师 你也是律师 他也是律师 咱们合伙 搞一个律师事务所 不用钱的 或者钱就非常少 所以律师事务所 他人就是资产 律师就是资产 然后就是合伙制 只是怎么分配 对吧 那个你合伙的时候 可以约定 所以这个合伙制企业 最高权力机构 叫合伙人会议 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 就是股东大会嘛 这个大家知道吧 最高权力机构 是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产生 董事会和监事会 然后董事会产生 管理层 就是CEO啊 总经理 副总经理啊 财务总监啊 这是由董事会来产生的 最高权力机构 是股东大会 那么律师事务所的 最高权力机构呢 是合伙人会议 那他们啊 这些叫中文文德的 这个律师啊 他们就强烈要召开 合伙人会议 合伙人会议上面 就形成了决议 决议什么呢 第一个换主任 对吧 成文呢 不再担任主任 第二个 这个财务 由临时决定的 叫什么 中文文德的 合伙人执行委员会 形成这么个机构 由他的临时接管 中文文德的日常管理 包括公司财务章 第三个 要对中文文德 进行审计 聘请第三方审计机构 经常审计 大概其就形成 这么几个决议吧 那决议形成就要执行 那这个叫 职委会啊 他要接管这个 公章啊 财务啊 还有行政啊 日常管理啊 但是这个老的主任呢 叫成文 人家不让 不仅不让 他还私自 新克了一个公章 那个原来的公章 到底怎么着 我不清楚 说不定是不是 原来的公章 是不是被职委会 拿走了 拿到手了 他没公章 没公章他作为这个 中文文德 律师所法人代表 他可以写个申请 到公安那去 因为他是法庭代表人 他说这个公章丢了 重新刻个公章 他就有了 然后他要求 所有的律师 事务所的合伙人 合伙律师 以后都要用新的公章 如果你不用新的公章 那你们想开发票 对吧 想入账 我让财务不给你们 开发票 不给你们开账 你不配合我 我也不配合你 律师嘛 他在外面 接了业务 收了钱 他给别人开票的 上哪开啊 这个中文文德律师事务所 他也不开票 就很麻烦 所以业务就没法开展 所以说啊 这个李正明 这个律师 就跟其他的几个律师一起 恐怕他们都是 执委会的 新一届领导集体啊 人家要去接管 财务章 保险柜 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合伙人会议 形成了决议啊 最高权力机构形成的 但是这个 老的主任 他不配合 因为他是法庭代表人 因为这个律所 很多东西都要去备案的 你一形成决议了 对吧 你选了新的主任 等等吧 你都要去备案 备案又得需要 这个法庭代表人去 法人去啊 所以他不配合 所以双方都不配合 都不配合 谁也拿谁没办法 最后只好武力解决 抢公章 对吧 谁抢到时候 谁说了算 所以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 这个律所的几名律师啊 就撬开了财务的大门 把财务章 保陵贵给抱走了 他说了 这不叫偷 这叫接管 另一拨人就说 你这就是偷 就这么个事 这个律师业务啊 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它分两种 一种叫非诉律师 非诉律师嘛 就相对应的啊 就是那个诉讼的律师 打官司的 就是不管是打民事官司 还是刑事官司 出庭的 那个叫诉讼律师 还有一种叫非诉律师 非诉律师干什么的呢 就是类似那种 做法律顾问啊 或者是法律咨询啊 或者是叫什么 做法律禁调啊 对吧 很多企业要兼并充足 很多企业要上市等等 他都需要有律师事务所 来禁调 来出序法律意见书等等吧 这个这些业务 他跟打官司没关系 他不需要上法庭对抗 这叫非诉业务 钟伦文德啊 他们非诉业务 还是比较强的 因为我跟他合作的 主要是非诉业务 换句话说 他们的律师 就是大部分律师啊 不是去打官司的 为什么说这个呢 这就跟律所的 这个收入有关系 非诉律师 他的收入啊 他跟这个经济啊 密切相关 这个经济发展好的时候 这个非诉业务就特别多 因为兼并充足多啊 扩张啊 然后还上市多啊 那企业都要上市 这些都需要非诉律师啊 参与 他们要做精调 他们要出法律意见书 所以这样的业务就特别多 所以他们收入就多 诉讼的律师呢 跟经济形势也有影响 但是影响就没那么大 你看啊 这个经济不好的时候 就又破产中正 破产中正 那都是非诉律师的业务 按理论上啊 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 三角债就变多 违约的就变多 违约的一变多 恒大一爆雷那供应商 钱不就要不回来吗 要不回来 他不就要去法院起诉这个恒大吗 他要起诉的话 他肯定得请律师啊 他请的就是那些诉讼的律师 就打官司的 所以理论上啊 经济不好的时候 是不是这种三角债 欠债的 无法兑付的就多了 这样官司也多了 官司多了 律师的收入就会好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 因为很多律师啊 他是叫风险代理制 就是你这个案子给他 你只给他一个底薪 保底的收入 恐怕是比如说是30万 这个30万呢 就够他们律师团队 吃喝跟这个案子 出差住酒店 这是保底的工资 然后这个案子打赢了 钱拿回来了 再给你30% 这个案子的案值了 30%或20% 总之这个是可以谈的 我以前跟律师 跟非诉律师 谈的更多的就是这种 风险代理制 跟诉讼律师 这我不给你钱 或者给少量的钱 这官司你打赢了 钱执行回来了 我给你30% 所以说你看啊 这个诉讼的律师啊 你表面看经济不好的时候 他业务就多了 业务一多呢 他应该是很开心啊 赚的就多啊 其实不是的 他有风险 他也会出现赢了官司 输了钱 就是你把人家告赢了 但是你执行不回来钱 那个被告是个老赖 名下没资产 那你这个律所 这个官司 你就赚不到钱 经济下行的时候 官司是多 但是大部分官司 都没办法执行 你去恒大执行 对吧 我现在恒大欠我一千万 我现在请个律师 我要跟恒大打官司 那我肯定跟律师说 这官司赢了 执行回来钱 我给你300万 我现在只能给你50万 作为这个打官司的费用 剩下的250万 你得把官司打赢了 把钱要回来 我给你250万 那你说他要接了这个活之后 肯定能把恒大告导 恒大肯定会败诉 问题是你接不回来钱呢 你跟恒大 你拿着法院的判决 你找恒大要钱 你要不着啊 法院都没办法 所以呢 这个律师 他从我这 他就挣不着什么钱 50万 正好够他几个人办案子 来回坐飞机 来回住酒店 吃饭 我只是举个例子啊 就是说经济下行的时候 这个律师的收入啊 就暴降 不是增加 但是工作量增加 更忙 那飞速律师呢 那也受影响就更大 就受经济影响啊 因为经济一下行 哪还有什么善失啊 你看现在IPO 是不是暂停啊 或者是压缩了吧 减少了吧 然后并购重组 是不是也减少了 经济一下行 就这些导致这个 飞速律师业务也少了 即便你接了个业务 你可妈 律师费也结不回来 这公司要么就黄了 要么就效益不好 律师费拖着 这个多的是啊 你看看啊 善事公司 他就必须要有指定的 律师事务所 第三方的啊 然后比如说 这个善事公司开股东大会 你必须有律师见证啊 第三方的律师在现场 股东大会开完之后 他给你出具一个 法律意见书 说明你这个股东大会开的啊 从程序上 到这个整个的 仓会的资格 到最后的投票结果 到议案 整个的人家发表意见 就合理合法 符合程序 符合法律规范 这就是飞速律师干的 那现在IPO少了 重组少了 飞速律师的业务也少了 即便接到业务 因为经济不好 所以这个收入啊 也没有保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经济下行 这个律所的律师啊 收入锐减 但是活没少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律师事务所啊 常年积累的矛盾 它就爆发了 往年为什么 抢股仗的少呢 那是因为 大家矛盾还是有的 对吧 不会没有矛盾 但是因为 经济在高速发展 大家都在赚钱 所以矛盾呢 就被掩盖了 等到这个经济不行了 大家都不赚钱了 事儿还多 这个矛盾就会激化 互相看着不顺眼 我们累死累活的 怎么你那个主任 挣那么多钱呢 你把大头分走了 我们只喝点汤 这个不公平 我怀疑你 这个把钱 私自挪走了 我们要开 合伙人会议 我们要审计 是不是道理 矛盾就激化 所以说说来出去啊 都是经济下行导致的 资金链暴利 然后律师事务所啊 矛盾激化 开始善言 全武行 抢工章 所以说这个 高端的山章 往往就是 这么直接 抢报应贵 撬报应贵 抢工章 拉电闸 这是高端山章 实际上很质朴 很直接 我为什么说 抢工章的事情 这不该在 律师事务所发生呢 那大家想一想 你都是搞法律的 都是懂法呀 知法犯法 天天法条是可以倒着背的 就这些律师 遇到问题 他不是寻求帮助 找什么 善机主管单位 他会司法局管吗 你找司法局高账 或者是打官司 高到法院 或者是去报警 但是不是的 这些律师们呢 居然选择了 最原始 最质朴的方式 就是抢 这个时候法条 对他们来说的都 抛到脑后去了 什么法律啊 什么寻衅姿势啊 什么刑拘啊 不好使 那大家想一想 这算不算讽刺啊 连律师都不讲法了 主打一个暴力 强 实际上就是经济发展 下行造职 大家压力都大 都卷 都没钱 因为没有钱 因为没有钱 钱少 所以大家对分配啊 意见就更大 以前钱多的时候 大家都分到钱 所以就无所谓了 你也分几十万 所展分了两千万 好像你也还行吧 至少今年赚了大几十万的 所以矛盾就比较小 那现在呢 所展挣个大几百万 你就挣个几万了 你肯定不行 几万连还按揭贷款都不够 连吃饭都不够 这个时候 他肯定会认为 那个所展拿的多了 不行 这个李正明律师啊 最后他又说啊 他说 可能有行政人员 财务人员 会认为 合伙人不尊重 陈文律师 就是这个主任啊 我简单介绍一下 合伙人之前 是如何尊重 陈文律师的 主要说分配方面啊 说经济方面 第一个 从2017年开始 陈文律师个人收入 除纳税外 全部拿走 就是诶 陈文律师 他个人接的业务 比如说接了一百万 那这一百万 把税扣掉之后 剩下的钱 陈文律师全不拿走 他不要给 中文文德这个律师事务所 交一分钱 你其他律师做不到啊 对吧 你赚一百万 你要给所里交 三十万 甚至五十万 但是陈文 他有特权 他就不需要给所里交了 他挣一毛 他自己拿一毛 那第二个啊 说总所 每年拿出总收入的 百分之一点五 给陈文律师 那这个数 大概多少呢 说每年在 三百万元左右 就是 中文文德总所 每年给陈律师 这个主任呢 三百万 我刚才说了啊 经济发展到好的时候 这都不叫事 因为大家都赚钱 无非多和少 现在经济形势不好了 很多律师啊 饭都吃不上 因为他接不着火啊 哪有那么多非速业务啊 他卷不过别人 所以没收入 收入很少 这个时候 作为律所的主任 陈文 他还能拿几百万 那大家心里肯定不平衡呢 目前中文文德律师事务所啊 已经有合伙人 就是律师啊 把这个陈文啊 就是这个主任呢 已经告到法院了 不管抢公章 还是用法律手段 起诉陈文 从这个可以看出啊 中国的法治这条路啊 还任重道远 还早着呢 连律师事务所 他的不讲法 还是靠暴力去解决 那你说法治 法治在哪里呢 如果法治能解决啊 那律师不可能 不走法律这条路 律师不走法律这条路 反过来就说明 你这个法治还是有问题 就他知道 报警或者到法院去告 都没用 一耽误时间 二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律师啊 选择了抢 抢公章 抢报应柜 所以说 作为普通韭菜 以后遇到问题 咱们说的好听 说拿起法律的武器 你还要拿起法律的武器 你还请律师 人家律师自己借由武器 人家自己就是律师 不用请的 他都不打官司 他要靠暴力去解决 靠抢 然后你说要求韭菜 叫依法解决 市场化 法治化 这不就成了一句空话吗 连懂法的人 都不选择 用法律手段解决 你让韭菜选择 用法律手段解决 至少说明成本高 而且第二个 也说明解决不了问题 经济下行 以后啊 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 让人大跌眼见的事情 都会层出不穷 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好 这期节目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 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